大家好,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我有大半年沒有發過Youtube影片 其實中途我有Make with YouTube 應該中途我有Make video, 有Film video 但是到我去Edit, 看回的時候 總是不滿意, 還有沒有信心 其實如果有些認識我的朋友 聽到我說我沒有信心, 可能會覺得很Surprising 因為大多數人都覺得我是很Confident 但其實我想回之前我的Videos 應該這樣說, 我為什麼會開始拍Youtube呢? 就是因為我有很多時間 幾年前我退休了 而且我個人比較是Inquisitive 我喜歡研究, 喜歡找資訊和知識 我覺得我都學會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Youtube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可以讓我和我相同背景的朋友 但是當我上載了影片之後 我有些朋友, 認識我的朋友 他們會給我一些資訊 我知道他們的出發點 是想幫我, 去增加我的影片 但是他們越說, 越令我更加沒有損心 譬如我乾姐說 你的妝容很不行, 樣子很兇 但是我的Youtube不是說美容 我個人是喜歡化妝的 所以你看我大多數都是化妝 但我化妝是給我自己的 其實, 我的過程之中我是很享受 希望 along the way 我做每一件事 包括化妝都會慢慢慢慢進步 但是, 當他這樣說了之後 我更加很自知 就很理解自己的妝容 還有, 例如有些朋友說 你的聲音不好 或者你的 editing skill 不好 剪片方面 或者是攝影機 或者是有很多原因 即是給我一些 negative feedback 但是就是, 大家也知道 其實 feedback 其實最好就是 而且我是很肯定他們是想幫我的 他們不是想 put me down, discourage 我 但是其實 a much better way 就是 give me the feedback 但是又幫我怎樣 overcome 或者 give me idea 怎樣 overcome 但anyway 根據那麼多的 feedback 令我很沒信心 第二件事呢 可能這個更加重要就是 我發覺我的頻道是沒有什麼 focus 大家很常見到 如果你看看youtube 我相信大多數你們都會有 很常那個youtuber 他們的頻道會很 focus 譬如他一開始 如果是美容就說 你加入我這個頻道 可能很常見到物理善 或者是化妝的 或者是財務的 或者是健康的 hatusta de la la 他們很 focus 但是... 我之前沒有較刻意地提 ситу 我的 focus point 是哪裏 我覺得如果你們突然按下我的影片 你們其實不會很明白 我這個頻道其實是專注於哪幾方面 那我就很小心地想想哪些地方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自己都不覺得很興奮 很興奮的 現在你們會看 因為我無法提供那些資訊、知識和 passion 我坐下來就想一下 其實我有幾個地方 是在我的生活中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健康 健康這方面 我相信過了幾年的COVID 很多朋友都是對健康是著緊的 珍惜自己的good health 因為很老套說一句 沒有健康呢 你有多少錢啊 有多少成功啊 都沒有意思 說真的 你 cannot enjoy 你享受不到那方面 如果這個人不健康的 健康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其實我 我可以說八成 其實我一向都是有一個比較健康的 lifestyle 我個人都不喝酒不吃煙 第一 還有我吃東西方面都 我不亂吃的 有些朋友不相信我 我從來沒吃過一個杯麵 就算快餐呢 我可以說我幾年才吃一次快餐 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吃 要是我寧願不吃 其實說一句 如果要快 我覺得在家裏六個麵 倒灌雞湯 倒些雞湯 倒些雞湯 放些菜 那就已經是很好吃 所以我不需要去買一些外面的快餐 其實這個是一方面 其實 在健康方面 我都有很多的研究 還有 try to find out information 睡覺 又是另一方面 這一年來 這幾個月來 尤其是 我更加focus on 睡覺這方面的質素 我明白 當你是 尤其是我年輕的時候 都曾經經歷過 當你又有 兼顧家庭 兼顧工作 睡眠 是很容易犧牲一方面的 睡眠 睡眠少一點 對不對 但是其實 尤其是 我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是可以有這個享受 我可以 可以 在睡眠方面 就 be a bit more mindful 那現在我又真是 make a point 就盡量 每一晚 10點至11點 之內 就想坐著睡覺 養起一個好的習慣 那 就不要說第二天 睡到太晚了 而且 我都最近開始上班 那 我怕我遲些會再 share more on that 那 變成我第二天 我也有 6點起床 所以就很 structure 的 lifestyle 我覺得 有個 routine 是一件好事的 其實我有時 跟朋友 聊天 或者同事 他們很常過了周末 就說 周末做了什麼 exciting thing 有什麼開心 那其實我可以很 很開心地跟他們說 沒有什麼特別 exciting的事情 我個人本身是很boring的 但我過了一個很享受的周末 那大家這方面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希望 你們有些 視頻都會同意 OK 那我會 Health Health 健康這方面 我們會 share多些 videos 那第二個 就是真的 財務的 那財務 對我來說 是一個financial security 和那個security 那個字 就是underlined in bold 有紅燈 那麼閃 可能 to do 我本身的background 我小時候 家裡背景 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我才要9歲 送給我醫養 去了英國 但變成我從小到大 對我來說 錢是很重要的 錢的安全感 應該這麼說 是對我很重要的 所以我從11歲開始 已經是做事 做到五十幾歲 都有四十幾年 但最重要的是 不單止做工 賺錢 還有我覺得 儲蓄 那個思維 以及如何manage 財務 是很重要的 這方面我也有少少得著的 有少少心得 可以和大家分享 可以有些video 我會分享 因為 很現實 沒有錢 也很難做到很多 你想要做些事情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錢 好像那些億萬富翁呢 我覺得不需要 但是你起碼要有minimum level 才可以 第一 不用擔憂 租 房屋方面 食育方面 衣著方面 醫療方面 這幾方面 其實 你都要有 那個 minimum 基本 那個 financial security 才可以享受到 這一方面 我都 有想過很多 也有研究過很多 有讀過很多 有讀過很多 書 上過很多課 我想和大家 分享 這個真的分享 我相信 如果你看看這個video 應該有些朋友 在這方面 是很有 很資深的 我希望你們 都會大家 互相交流 在這方面 那第三 就是 運動 運動 亦都是其中一個 Fact of life 是很 consistent 在我 在我 一身人之中 由13歲開始 學游道 在英國 但其實 之前 我都很活動 一定要活動 因為那時候 家裡離開學校 都很遠 一定要 朝朝 踩單車 上學 要四五個字 踩單車 上學 有時候 英國 又冷又濕 路又想想落落 那個已經是來回 四十分鐘 九個字 也有運動 小時候很自然 一到暑教 尤其是英國 我的年代 那時候 讀完書沒有功課 很常 就 扔下書包 不用換衣服 因為那時候 我們沒有考服的 扔下書包 出去後門 約了一些朋友 在Local Park 附近公園 走來走去玩 其實玩竹 也好 在這些 竹 下樓梯 總之都是 玩一些 適當的 年紀適當的遊戲 但都是比較 活動的 不同現在的年輕人 小朋友 多數來在家 打機 看電視 那時候我們都少 留在 內地的 運動 對我來說 由13歲開始 我已經很刻意地 每天做運動 做到 我現在都是 每天都有做運動 唯一一個時候 我沒有做運動 就是剛剛生完嬰兒 有時我是開刀的 但是 就算那段時候 我都是 一個星期後 我都開始 做一些 柔軟的 exercise 我覺得 其實運動對我來說 是好像 如果我不做 如果我不做 一些 form of exercise 我的全身 我的人口 不舒服 那我就算 生活 要求方面 即是生活 節奏方面很忙 我最多 就會 或者五點半 我都曾經試過 有時候 出公幹 開會 尤其是美國 我的美國同事 他們很喜歡 很早開工的 那我就會五點鐘 去到酒店 那個gym那裡 做運動 所以運動來說 我覺得 我是很得著 從這個 consistent 做運動 因為我真的 touch wood 的人比較健康 我一年都不會 有 頭痛 多過四次 可以數得出 我一年來 有幾多次 頭痛 病 我也不會 有些 我又不需要 四血壓高藥 膽好上藥 糖尿 糖尿 我以前 因為 我們公司的 medical package 就每年檢查身體 我的骨質 因為我做 weight training 那時候 幾年前 驗過我的骨質 密度 跟二十幾歲 女兒 差不多 所以 都很不錯 因為我始終 懷孕過幾次 你知道懷孕 也剝除了你的 calcium 我都覺得 我可以這麼健康 都是因為我堅持 日日做運動 這方面 我也有些想法 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 第四 去到第四 健康 財務 運動 那 第四 我也是很刻意 去培養 這方面 of my life 就是 social interest 如果大家上網看 或者是看書 研究 Healthy Aging 健康 腦化的人 其實 social interaction 和 保持你的腦 interested 是很重要的 香港有一個廣告 學到腦 活到腦 這個是 很true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closed mindset 你很多方面 人 會 開心 會 可能 鑽進去 你自己 就是 向外面看 你就越來越向內看 那 這個是一個很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 有 Depression 或者是 精神方面 不太健康 就是自己 在腦裡 內向 一路口 轉 轉 轉 反而 如果我們去向外 看多些 我覺得 人們會學到多些 起碼第一 學多些 第二 人會開心 還有 寂寞 是一件 很 尤其是幾年 我 在一方面 我覺得 我更加了解 為什麼以前 有些人說 loneliness 可以 kill 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寂寞到 會短命很多 我就很幸運 我有我先生 我們可以分享很多 每一天 一路陪住 我有四位子女 也身邊有些好朋友 我 這一方面 我很感恩 但是 我看過 上網看過 也看過 一些書 有些人 可能 幾天 都沒有機會 跟別人 聊天 說多幾句 或者最多是 到大廈下面 跟保安員 打招呼 早晨 今天怎麼樣 我覺得很悲哀 還有 可以跟多些不同人接觸 是一件很健康 很正面的事情 所以我這一方面 我都很刻意去擴大我的生活圈子 一方面 好像幾年前 我就加入了我們香港有一個紀錄部隊 就是民安隊 今年是我第三年 開始第三年 加入這個紀錄部隊 最初是真的我不習慣的 很坦白 我會接觸 有些隊員 我以往很少機會接觸 在工作方面 在我平日生活的鄉子裡 但是 我現在 過了這兩年 就可以 分析到 和自己分析到 其實 我是 贏了 from this experience 我是 個人的腦 開曉了 from meeting talking to 不同年齡的 不同背景的 文安隊隊員 這一方面 我亦都可以share 還有我是 在CADEC 我特意選擇去入CADEC 亦都是跟小的 十幾歲的文安隊CADEC 接觸 on a regular basis 那裡 我亦都很感恩 很有機會 在這一方面 我都學到 有幾 有些重要的點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Anyway 我看到現在 到十幾分鐘 我想這個是 短短一個video 如果你們覺得 我講的 我focus的 topic 你們有興趣 我希望你們會 考慮 share我的video 或者 如果未subscribe 就subscribe 或者 give you the video thumbs up 當一個鼓勵 那 希望我今次會post 因為我都說過 之前有很多video 我拍了 我都沒有post 如果你們 未來一年 有些新的目標 或者有些新的challenge 設定給自己的 我希望你們會在這個comment 那裡跟我分享一下 好,拜拜 拜拜